晚上10點3, 用事生活 不是我, 每次都要經濕外 為何不足夠痛, 他說, 關你鬼事 充滿地中海風情的南意大利料理 澳門半島的迷人美景 再配上薄切暖爐魚片沙律 香煎帶子拌意大利有機露筍飯 煎銀雪魚柳拌匯白豆 簡直是完美的組合 記得收看今晚的全能料理 好, 弟醫生, 現在 美容小姐在幫美容小姐塗什麼呢? 因為她會把美容小姐做一部 是一個生物一的東西 裡面有一個軟空外線的能量 有一個負壓排淋巴 還有一個射銀收緊 她做之前, 她就先要塗一些很特別的 很特殊的一些叫做藕合劑 她幫助燒脂 還有她的能量傳導到脂肪深層的 一個藕合作用的東西 嗯, 今次我們主要針對 就是這個環固性的脂肪 剛才鄭先生也提到 這部儀器其實有三大功能 其實是否這三大功能都是針對著這個環固性的脂肪去做的呢? 嗯, 去到環固性脂肪呢 有時候她會更加顯示她的優勢 即她既然有三合一的功能 其中有一個紅外線 她可以有燒脂的作用 加上她有四份燒完之後 產生收緊 即她由燒脂又收緊 變成一個出來的效果就顯著很多了 哇, 她很厲害 她可以一次過做完三樣的功能 所以更加可以是即時去做相應的一些動作 嗯, 現在看著美容師用很純熟的手法 就沿著她麥小姐的肚子 即她比較脂肪多、堆積多的地方 她就會不斷地反覆在做的 嗯, 按著淋巴的方向 其實她也做了一個排淋巴排的作用 嗯, 其實感覺如何呢? 是不是都震震一下, 還是怎樣呢? 嗯, 也有少許的 少許震震的, 絕著的感覺 嗯, 暖暖的, 因為她有一個紅外線 是, 哦, 即是可以做得比較舒服 是呀, 做出來的感覺其實也挺舒服的 嗯, 嗯 因為我看其實頭部都比較大範圍一點 會不會都是針對著肚腩的位置呢? 沒錯啦, 現在用這個彈頭 她就針對肚腩大面積 如果有時候做到那個手臂 她可以換到一個相對小的頭來做 那就合適一點 嗯, 嗯 那通常這個療程要隔多久做一次呢? 嗯, 一般如果做一個這樣的產後的 做, 做, 消除的環背脂肪, 做相近呢 那我們做一個複合的, 她不是單獨, 一個人來做 有彈水, 還有生脂 這個去到這個三合一, 她就將幾樣東西都複合在一個期裏面做 所以這個針對著環背脂肪, 她做出來的效果會有很多 一般來說, 我們會從它設計, 一個星期做兩次左右 那就是配合其他東西做的 嗯 這個那個效果會不會都即時見到收緊 還是其實都要配合幾次的療程才會見效呢? 其實做這個儀器, 好像麥小姐的情況 她做了一次, 一度一度的尺寸, 即時見到它收緊 哇 因為她現在還處於一個, 又有很多環固脂肪 又有很多水分, 鬆弛的狀態 變成她剛剛三合一, 她就很合適地處理到這個問題 因為通常說到脂肪, 我們都會說, 先打了它, 先打散了它 然後再收緊, 這樣 其實現在她做這個步驟, 是打還是收呢? 她現在是做燒脂, 燒脂的 我們有打, 用超聲波來打 因為超聲波能夠做得比較深層 超聲波主要是打散的, 這個學式 這個是做燒的角色 打散, 令到它做燒會更加好一點 所以一般做這些減脂肪療程 我們用不同的組合, 即不同的儀器一齊去做 讓她來做一個療程, 她做兩個小時 如果不是做兩個小時就有這部機 可能這個肚腩, 我們的設計要做半個小時 大腿做半個小時 我們又可以配合其他的 用超聲波來刮散的脂肪 或者對電脂去排長多些水分 或者加熱軟組織, 令燒脂的功效更加強 好了, 說明是這個環固性的脂肪 所以我們也是要用這個爆脂的方法 將脂肪爆走, 是嗎? 是的, 既然脂肪環固, 就用厲害的武器 其實現在在做一個低頻超聲波的爆脂 其實它的技術是用低, 因為超聲波其實是一個 意思是, 所謂超聲波就是我們人的耳性 聽不到它的聲音, 它其實很不同的波循 在原來研究發現裡面, 頻率比較低的超聲波 它能夠滲透脂肪層比較深層 它用這個儀器的設計, 就是用一個低頻超聲波的能量 將深層的脂肪去震鬆震碎 震鬆震碎之後, 再做一個消脂收緊 效果會更加強 現在墨小姐就是在做 用一個百聲的美歐斯 在跟它拿著超聲波頭, 在肚腩轉轉轉轉 其實它轉轉轉的時候, 超聲波的能量 就透過皮膚滲透入脂肪的深層 我看到其實也有很多頭給大家選擇 現在就選了這一款頭 其實那兩個大的頭是否都相同 它拿著這個頭, 其實是一個單純超聲波的頭 那部機體還有幾個頭 有些細頭, 可能做臉, 做臉, 做手臂 還有一個很大的頭, 其實這個是做淋巴牌頭 它有一個負壓, 把它爆完之後 它是從臉巴的方向走的時候, 拖拖拖拖 它是拖完的, 打碎了脂肪和水分 然後按照臉巴的通道是排斥的 即是這部機也可以做兩個步驟的 是呀 就爆完那些汁, 將它順著臉巴排掉 是呀, 加速它的效果快要出現 你等它自己慢慢排的時間會長一點 那其實一般這樣的爆脂肪 一部分是做多少分鐘呢 一個, 比如說現在這樣的情況 一個, 好啦, 大概做三十分鐘左右 那經期也很充足, 很足夠的 一個星期可能做兩次, 或者三次 不斷穿插著不同的療程配搭來跟它配搭 也看著它那個脂肪消除的情況來 去跟它加減 是 那其實肚的位置那個脂肪積聚得最多的是 前面的肚臀位置呀 還是腰間那個位置, 還是哪裡呢 通常就是肚臀多一點 是, 多一點 是, 因為通常人那個最容易積聚脂肪 首先是肚臀的, 最多的 就是最明顯的 有沒有人, 尤其是生了嬰兒更加 是呀, 生了嬰兒更加容易 因為他懷孕期間通常都會吃東西呀 胃口好呀, 吃多了很多 吃多一個真的自己所需要的 是 那看到美容師一路 在肚臀最厚之方的位置 不斷地打轉 轉 一路打轉 其實就一路那個 超聲波的那個能量 就不斷滲入, 又滴了這個心情 那麥小姐應該沒有什麼感覺的, 是吧 因為他做的位置就沒有什麼感覺 有時有些人做的時候 會聽到VV聲 那些超聲波 就是透過身體傳到上去的耳朵 聽到咪咪的聲音 有些咪咪的聲音 有些咪咪的感覺 那為何這個位置聽不到呢 因為 因為我們不是 他那個超聲波 不是空氣傳到 就是所謂的超聲波 就是我們耳朵聽不到的 嗯嗯 現在因為這個頭 它直接接觸到身體 它就將這個聲光傳到耳朵 由身體的 我們稱為非空氣傳到 又直接傳到 是 但是就不能經常做的, 是不是這個包子 嗯, 一個星期就要兩次左右 因為如果做得多 會不會出現 就是由於脂肪溶太多元 進入了血液 導致血液裡面 那個脂肪含量過高 嗯 當脂肪含量過高 它有個機會令血液黏稠會增高 是 所以正常在安全的情況下 我們建議都是 兩次、三次 很少會超過四次 嗯 就是我寧願做完這個超聲 用別的來回答 是 不要一次過做的太多 而生一大多 我們要考慮到安全因素 嗯 環劍有這麼多選擇 是嗎 是 我見到其實在那些頭當中 有一個是 就是細細的 最細的那個 兩支那個 其實是否做臉都可以 是, 這個做臉要來的 因為這個儀器設計 它就是一個 叫做one platform multiple function 即是一個平台裡面 有不同的治療頭 是針對不同的用途 所以它變成一個 它使用的寬度比較廣 嗯 但是如果用在臉 我們會用在什麼部位呢 好像現在你看到 好像很有趣 兩個細細的一個波仔 嗯 這個專門是針對做眼周圍 哦 眼周圍做一個收緊提升 嗯 可以導入精華素 令到眼周圍皮膚的皺紋會減輕一點 或者眼袋突出來去收細一點 改善到眼袋 就算改善了眼部周圍的循環 對一些黑眼圈有少許的幫助 哦 即是如果用到去臉或眼 就不是針對脂肪的了 嗯 就會有另一個用途了 沒錯 謝謝 風火台 以另類角度探討你 我關注的熱門話題 特區政府的房屋政策 置業的層面 其實真的不可能解決不了 就是因為我講了 下水源統關 它有更方便的交通規劃 是不是真的有問題 三番肥 刺出亂子 澳市新聞港岸 和社會時事、民生問題 以及政府政策深入探討 長遠的退休保障過渡 所以現金派少了 今年如果這個是因應通晉而派 是小了一點 工融池的收費 如果加於一條價的話 其實是很令到市民的心理受到影響 綜議館 市民大眾一起參與 互動溝通 對熱門議題積極發聲 可否有更高的知名社工 經驗的流走是最大的損失 公共工程真的甜卷性不夠 我相信當局或民間 大家也要多思考 澳市澳門新聞資訊節目 與時定進互動夾身 面對最恐怖的犯罪天才 一樽樽的連環殺人案 你自從FBI最頂尖的行為分析專家 組成的特別調查組 運用心理分析 必須將兇徒承知於法 犯罪心理 每晚九點三 公視生活 對方都開始了 恭喜… 新年有新希望 祝各位年輕人 在新一年粉榮進取 走在時代最前 我希望大家在公司、學校 都可以成為最受歡迎的人 想創業的後生弟弟 祝大家事業成功, 女創佳責 那就真是… 恭喜… 很開心在兔年 第一次跟我們的註冊營養師 Joey見面 在這裡, Joey先跟我們拜個年吧 是呀, 搭入兔年, 祝大家身體健康 還有我們說生生猛猛 還要嬰兒快高長大 是呀, 很重要 所以在營養方面就要多點注意 有營養師在這裡, 當然就不需要害怕 如果是一些剛生完嬰兒的媽媽 他們在坐月期間 其實有甚麼飲食方面要注意呢 今天我們都會說到 在坐月的時候 都會有一種東西 大家都會聽過, 就叫做惡露 其實惡露是怎樣的東西呢 我們要怎樣去面對它 以及怎樣去應付這件事呢 Joey 其實你問得很好 不如我首先講解一下 媽媽一…我們說生完嬰兒之後 其實她已經踏入了一個坐月的階段 坐月在中國人的傳統來說 都非常之重要 是給媽媽一個顧本陪緣的 一個很重要的時機 所以適當的進補和休息 其實可以令她將來的身體 可以快速地恢復 也會令她將來的容光緩發 然後我們說 踏入坐月時 其實我們需要甚麼注意呢 有三件事我們一定要注意先 第一就是一定要充足的休息 可以想像一下 過去四十個星期 媽媽其實已經一段艱辛的經歷 然後終於嬰兒出生了 心頭大腳地放下 但其實在分娩的時間 她需要用了很多的體力 亦都流失了大量的血液 所以其實身體是很虛弱的 所以在坐月的時間 第一就是一定要充足的休息 第二就是我們說 一定要適當地進補 我們說這個進補 就不是說越補得多就越好 而且是大補特補那些 狂食 對,其實就不可以這樣 要適合自己的體脂 以及要看準的時機才去進補 第三就是要給自己一個目標 因為我們要有充足的奶水 我們嬰兒出生後 我們大家其實都想去餵到冒浴 而餵到冒浴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我們要吃一些菊奶的食物 令我們可以有充足的營養 去製造到冒浴 而我們說踏入坐月 還有一樣麻煩事 這個麻煩事就是有惡露的出現 惡露的出現 其實我們身體 寶寶出生後會有一些瘀血 其實是一些廢物 惡露的形態 就像我們懷孕前 我們月經的週期 但今次這個月經 不是七天就完了 它會長到兩至三個星期 平均來說 所以如果惡露還沒完 我們去進補 可能惡露會保持著不停地游 以至可能 就算嬰兒出生後 一個多月也會保持著游 即是用自己來處理 千萬不要 最重要是等惡露清完才可以進補 剛才提到 要有適當的時機去進補 才可以讓自己吸收到 但說到清落露 我們其實需不需要做些事 還是自自然而 它自然就會清光 其實大部份的婦女 自自然而身體會排走這些瘀血 其實就會清光 但其實在日常的食物裡 也有一些食物或湯水 可以幫助我們盡快排走惡露 你可以想像 其實我們身體有一部份的血流失了 在這個時間 我們身體是比較虛弱的 而且你也可以想像得到 其實都會有臉青青的現象 或者我們經常都會說 這個媽媽沒甚麼血色 其實這個時間就會出現得到 最主要就是一定要補充足的鐵質 維他命B12 以及充足的休息 是 很重要 充足的休息 這當然是由賴家人的幫忙 因為始終嬰兒 這麼小剛出生 很多時候都需要很頻密地去喝奶 很頻密地去換片 如果有家人幫忙的話 那個產婦就可以稍微休息多一點 令身體也可以健康一點 如果想這個樂路去得比較順暢一點 以及清得比較乾淨一點的話 其實今天Joey帶了一款的湯水 給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嗯 是的 今天這個湯水其實就是很簡單 這些材料大家都很容易認識得到 就是木耳煮雞 我們首先看看這些材料 好嗎 我們有木耳 我們也有陳皮 是 也有紅棗 另外我們也有半邊的雞 是 雞裡面其實最好我們去埋雞皮 嗯 好 另外我們還有一些薑 是,明白 其實木耳在… 我們日常生活飲食裡面 其實是一個很有益的食物 不要看小黑黑黑黑的樣子很不美 是 其實木耳本身含有很高的鐵質 在說鐵質呢 我們經常說豬肝、豬腰這些很補血 其實木耳它的鐵質的成分比豬腰的成分更高出七倍以上 所以它的補血的成分不可以看小的 是,而且很方便 你始終如果說豬腰、豬肝日日都要去買 但是木耳你買定回家的話 可以隨時熬來喝 很方便 而且它叫易於收藏 細細塊的木耳 你浸了水,發了之後 其實可以發得很大片 很方便,很抵用 還有紅棗,就是我們女性的恩物 是嗎 是,不過我再說多一點 就是木耳 木耳本身自己中醫的角度 就有一個活去化魚的作用 所以我們為什麼可以說排清惡露 而其實營養學呢 因為木耳,我剛才說了 它有很高的鐵質 幫我們補充血液 另外,其實它有很高的維他命K 這個是什麼呢 可能不是經常說的 對,維他命K對於我們的血管 就可以有一個… 像清道夫一樣 令血流得快一點、暢順一點 就不會有阻塞的現象 所以木耳在中醫和營養學的角度 都是一個很好的恩物 真的很好 所以在清惡露的時候 不妨可以煮木耳雞湯 又或者可以用來蒸雞 也可以的吧 也可以的 對,切條可以蒸雞 然後我們還有紅棗 剛才你說得到 紅棗其實我們要開邊 拿出粒核出來切絲 這樣是好的 如果是蒸菜的話 如果煮湯開邊拿出粒核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拿出粒核呢 其實它煮湯就沒那麼吵 明白了 也有補血的作用 對,而且我們很多時候 煮湯都會放陳皮 那個作用又是甚麼呢 其實可以令到那個湯 不會太醜 令我們喝完或吃完之後 喉嚨又會不舒服的現象 而且也有化痰的效果 中和番 對,但是陳皮就要浸軟 還有用刀子刮了一些狼狼 才好用 那好喝點 記住下一個 這個雞是一個錯誤示範 大家要剝皮 否則就會很肥腾腾 對 而且以營養的角度去看 也不希望吃得太肥 無論是否是產婦 吃得太肥的話 這就叫做雞手鴨腳 這個叫做雞手鴨腳 不用太肥 也是對於我們身體健康 不是太好的 小心 好 因為這隻雞也很大 是的 其實平時 譬如說我們通常說 產婦就多點吃雞 多點吃雞 有沒有說 譬如一天大概要吃多少個雞 才可以補充產婦的營養 如果我們說產後 媽媽 我們要有足夠的蛋白質 才能令各個器官的功能 能夠恢復 但是我們說蛋白質 包括了雞肉、豬肉、牛肉 但是如果我們說 不可以集中吃一樣的食物 即是雞肉 大約兩天我們再吃雞 不要每天都吃 也不要每餐都吃 每一餐 其實大約三至四兩的肉類 其實就已經足夠了 就算產婦也是 對 也不需要太多 如果它是餵母乳的話 就要去到五兩 五兩的肉 其實就已經足夠了 對 即是令到營養均衡就最好 千萬不要太多 亦都不要太少 對 不妨要說一說 就是這裡也有一個錯誤的示範 就是木耳一定要浸發了 我們才去煮 不行 而我們說當它浸好之後 它就會變得軟 軟 你再發現到一些木耳的部分 但是它是浸不開的 它都是硬住實實實實的 其實我們要剪掉它 這個可能已經壞死了 就沒有那麼好的效益 原來如此 所以浸的過程 除了令它軟化之外 還有一個可以幫我們剔除 除了一些不太好的一個部分 這一款湯就是木耳紅棗 煮雞湯 其實大概我們要多久去喝一次 以產褲來計算 其實隔天就可以喝了 因為我們想排清惡露 但其實我們剛才說了 木耳是一個因物 木耳不只是配搭雞 其實很多的配搭都可以 包括木耳煮豬腰 又或者木耳用來炒菜 這些或者用來蒸雞 這些其實也可以 儘量把這些配搭 在你產後坐月的日子分佈出來 就不用集中吃某樣的食物 但這個湯 其實可以兩、三天就熬一次來喝 那會不會當這個惡露清光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停止木耳的菜單 是否一定要清光呢 其實就不需要 或者我們不用吃得那麼密 木耳和雞 其實都應該要在坐月的時間 時不時都要出現 但就不一定要說 我們要密著去煮 而我們說當惡露真的清光了 我們就要補回 補回的話 我們就會可能煮另外一些湯水 包括我們說 冬蟲草或者綠蓉去補身 是,這些真的去到大補的時間 才可以用到 如果是惡露還沒清的話 盡量都是以這一款湯隔夜隔夜來煮 就可以令惡露清得比較好 以及順暢一點 那產苦人自不言 身體好像感覺舒服很多 不會好像有些東西在擠著擠著的感覺 而且記得平時不妨拿木耳來煮菜 因為它有很豐富的維他命K 對 平時大家小聽 今天又可以學得到 好,今天我們謝謝Joey的介紹 相信各位產婦都可以把握到煲湯的技巧 這款湯大概是煲多久? 大約煲兩小時 兩小時就可以喝了 好,今天謝謝Joey 別客氣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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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